穿上臺灣奧運統一外套 準備出陣 抱著既開心又緊張的心情 下一陣前往巴黎 十九號晚間 臺灣第三波選手從桃園機場正式出發 就連到了機場 心裡還在想著怎麼做調整 維持最佳狀態 2024巴黎奧運即將在七月二十六到八月十一 在法國巴黎舉行 臺灣代表團參賽項目包括射箭田徑 拳擊射擊游泳 桌球跆拳道等等 十六項體育賽事總共六十名代表運動員 踏上五環殿堂 而我國掌機關由誰出任 如今也曝光 在社群媒體大方發文分享喜悅 掌機關由首度參賽的霹靂舞選手孫正 以及四度參加奧運且獲得東京奧運 女子羽球單打銀牌選手戴子穎 替我國昂揚入場 巴黎奧運即將登場 選手們紛紛進駐選手村調整狀態 不只要突破自己 更要為臺灣爭光 八大新聞綜合報導